昨天又有一位美国的参议员 来到台湾了 这一位呢 他叫Saint Marshall Blackburn 这个Blackburn应该是 他应该是有贯夫姓 因为美国人很特别 他们的传统就是 女性结婚之后要贯夫姓 然后你如果结束婚姻之后 就可以回复娘家的姓 美国的传统是这样子 他说他在推特上面讲 我刚抵达台湾 为了要向北京传达一个讯息 我们不会接受霸凌 美国要坚定维护全球自由 不会容忍伤害我们的国家 及盟友的信息 所以我请教雨嫂 这一位参议员 他有什么特别之处 因为很重要的地方是 他也属于所谓台湾连线的成员 也就是说美国这几年 不论是在川普时期跟拜登时期 你都会发现 不分党派的参众议员 在国会有所谓的台湾连线 所以这一切的友台法案 不是只有川普 或是只有拜登这样想 代表的是他们自己选区的名义 所以说我上次在三历的节目 下一个总要的标 又被我遇见实践了 我说什么 不到基辅非好汉 敢来台湾真英雄 所以进香前后许多多来 来的是什么 回去可以告诉他的支持者 我说到我做到 我推的友台法案 自己的法案自己推 对不对 前扑后继不同的人来 所以说这只是接力大赛 接棒者一棒接一棒 所以是这样的背景 那么说这次来 他提的这个案子非常特别的 台湾主权象征法案 还有台湾民主防卫租借法案 现在刚才晃哥说 宇嫂老师上课的时间就来了 先讲租借法案的概念 我记得我讲过 罗斯福那时候为了说服美国那是孤立政策 我们为什么要做民主国家冰空厂 他类比是你家隔壁邻居的房子失火了 他半夜来你家敲门 说我可不可以跟你借水管 这个时候你不是先问他说 钱多少钱 30块拿来 不是的 你会把水管直接借他 等他把火给灭掉之后再跟他收费 如果他心有余力的话 笨蛋来说对我们来charge多少钱 结果阴刀会休息 最后连你家都要吃鱼吃鸭 罗斯福又有奴边台湾 拿这个类比来告诉大家 我们要帮民主国家抵御希特勒 抵御日本的侵略 所以说这是美国没有参战之前 所以说有一个叫租借法案 虽然这些国家欠美国钱 但因为美国战货经济蓬勃发展 也都把债务给 有很多都把债务抵消掉 抵消罪都是谁呢 借给苏联的部分抵消最多 但没有想到冷战就来了 但是如果放在中华民国 在大陆的那段历史 1940年9月5号 蒋介石同意 以后把台湾还有海南岛 出租给美国99年为条件 换取美国援助中国 那时候时局非常非常艰困 为了游说美国的租借法案 其中的分额业 美国要给全世界 尤其是那时候英国也很危险 已经大家都看过 那个邱吉野那部电影 对 所以说只能拿主权来做抵押 或是说拿租借的概念 翻开这样的历史 我觉得觉得有点难过之外 也觉得那时候风雨飘摇 甚至叫 讲授美龄去美国访问 去国会演讲 才有那么一些钱 这第一个 1940年 接下来的1941年 5月6号 请记得美国还没参战 美国参战是1941年12月7号 珍珠港偷袭 这代表美国还在 有限度的孤立主义 中华民国被大陆 租借法案的适用范围之内 美国取代苏联 为什么美国取代苏联呢 因为1938年到1941年 这段阶段 中国中华民国的所有军员 是苏联来华自愿航空队 这个航空队呢 这个余将军最清楚 还炸过新竹基地 不是炸过松山基地 松山基地 因为炸新竹是后来 中美的联军 所以你看成为主要 对日作战的援助国 各位啊 这就是飞虎队的历史 但我们讲到租借法案啊 除了租飞机租武器 借武器算 可不可以借人 可以的 用志愿军的名义 来台湾我们赴他 佣兵的薪水 现在转换来 不要讲恢复队啊 各位 俄乌赛斯 有没有看到 全世界的义勇兵 跑去乌克兰 对不对 有那个巴西的 英国的 那英国那个 那个战俘啊 基本上 Morris Johnson 还很生气地讲 你敢杀他 我给你开战 这段历史 大家得了解嘛 所以你看 这种过去的脉络 只是那时候的处境 跟现在不一样 现在是什么 美国直接愿意通过 这个法案 但是呢 天助自治 最重要的地方是呢 1989年的时候 也提出租借法案 目的是解决 当年美国财务自治 但是呢 其实呢 中华民国 一直都有欠啊 这个美国钱啊 但是啊 因为我们不能代表 一个中国嘛 那一个中国 你要你就给你嘛 中华人民国 共和国拿下了 卫冕者一个中国宝座 也没有还给美国啦 这跟黄珊珊蛮像的 就是好的都归我的 不好的我不认 对对对 我就装傻吧 所以说呢 老共的策略 是很灵活的